2022年,王鹤帝以苍蓝爵走红后,接下现代剧以爱为营搭档白鹿。 然而,最近双方却因为翻味问题闹得不太愉快,于正发文维护白鹿,称白鹿从未争过翻味,而王鹤帝经纪人也疑似发文反讽。 以爱为营是王鹤帝爆红后接下的第一部剧,因此格外受到关注。 以下盘点九位流量男星爆红后的第一部剧,肖战余生搭档杨子,王一博有匪搭档赵丽颖,李线,宋威龙最可惜。 录剧男星爆红后,第一部剧,一,王鹤帝以爱为营搭档白鹿,今年王鹤帝以苍蓝爵走红,月声流量小声,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。 走红后,王鹤帝接下以爱为营,搭档人气小花白鹿,这个阵容非常受到期待。 然而,最近双方却因为翻味问题闹得不太愉快。 有网友公开疑似,是以爱为营的通告单,称王鹤帝在剧中的戏份单级只有3%至4%左右,而白鹿是大约22%,粉丝认为王鹤帝的戏份太少。 尤其以王鹤帝现在的嘎位,这样的戏份不合理,接住又撕到翻味,而于正也跳下来,维护自家艺人白鹿。 于正在微博发出长文,谈到翻味问题,称不抢翻,不代表要让翻,自己和白鹿从未争过以爱为营的翻味。 于正,制作方找过来,就给了这个条件,当时还没有男主角。 小爆之后,宋威龙接下的第一部剧,是单改剧《君子盟》,这部原定男主角是吴磊和景国然,但因为翻味问题瞧不拢,最后,宋威龙接替吴磊演出男主角,当初《君子盟》是所有人眼中的好资源,毕竟单改剧几乎是演一个爆一个,陈情令火了肖战,王一博,山河令火了龚俊,张哲瀚,而且这部剧又改编字之名单改小说《张公案》,因此很受看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